开始要带您关心到 毒品通缉犯遇到了警方盘查 不但不配合还坐视打远警 一名黄欣远警在新北桥附近巡逻 看到一辆双载机车行迹可疑 立刻上前盘查 后座男子不但不配合还坐视要打人 双方一度扭打 最后警方成功地将人压制 一查之下才发现 原来这个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 一路鸣笛穿梭在车阵中 支援警力赶抵时嫌犯已经被压制 你也记得我的 他打我的 你刚才打我 我怎么知道通缉犯 压制过程中远警嫌犯一度扭打 事发在22号下午4点多 黄行远警行星在新北桥下 发现一辆双载机车行迹可疑 上前盘查 没想到后座的男子竟不愿配合 还坐视攻击遭到远警压制 后来清查身份才发现 原来证明后座乘客是一名毒品通缉犯 经查诸贤为新北地检 发布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犯 信后依通缉及妨害公务罪嫌 以请新北检侦办 另外其中的男子也应不服从 警方指挥机查将被处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罚还 不过远警犯不顾身 制服了嫌犯 自己也受了伤 脸部及手部都有查错伤 所行送医后没有大碍 记者三复报道